为什么法供养这么大 法能开智慧 法能帮助你进行 法能帮助你臣服 才做不到 再大的才不是 只能够修复 帮助人解决现前物质上生活问题 道理在此地 如果你真的明白了 那我们今天想修功德 什么功德最大了 法 法要怎么修呢 菩仙菩萨教科问 请庄法能 请佛诸世 那个功德很得了 秦政法能是 请大德们 无论在家出家都一样 请他到这个地方来讲一步进 这个功德多大 在听众里头 真有开悟的 甚至于真有正果的 这国我们要知道啊 那么现在修法部式的 修最大功德的 你比如说搞了一个电视台 他出个五块钱 出个十块钱 供养这个电视台的时候 这电视台是法部式啊 我在里面就有一份 法律法部式的功德了 真是利益了 你知道在电视台面前 在这个电脑屏幕面前 学习的有多少人 只要有一两个 真正修行正果的 这个功德就真实的 不是假的 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肉眼看不见的 还更多 这个我们不谈 有现在人讲科学 等科学再进步 这个仪器再发明 让我们能够看到轨道 能看到天道 我们就相信了 现在还没这个工具 等有这个工具 我们就明白了 真实不许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呢 老和尚跟我做榜样 这老和尚硬光大死 我在台中 跟李老师学金教 他的老师 就是英光大死 进途是印族传给他的 他一生不离开 那么他学教 教是梅光系传给他的 梅老师 也是居士 是黄念族老居士的舅舅 跟夏连居老居士 是最好的朋友 同餐道友 下楼汇集这个金 我们底下还没讲到 第六品 这个 四十八月 梅老师也参与 他们用了三个人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汇集这一品 这一品是全经的最重要的一品 映光大死 一生 他所受的供养 做一桩事情 印金 他把这个供养 开了个印刷厂 他自己 自己印刷 自己出版 就是苏州 报国寺的 红画社 红画社 出版的东西很多 校对非常进去 在近代可以说 它是善本 这是映光法 接受四中供养 他没有用过一份钱 全部拿了 做这个事 遇到有灾难 是饥荒 汗灾 水灾 他从印金 这个款项里面 拨个几千块钱 去救灾 那个时候几千块钱 是淫缘 永远 拨个几千块钱 去救灾 全部都用在这个 印金 印这些线书 我从他老人家 这里修到的发工样 所以我有钱 不干别的事情 我干这个事情 没关系 consolid 毫 用 管jon